欢迎收听7月16号 明时package曾经及时新闻 艺人黄紫焦无故持有未成年性影像 依照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起诉 台北地医院传唤了黄紫焦来进行答辩 案情出现变化 他开庭前更换了律师 诉讼策略也大转弯否认犯罪 而且及检察官据已起诉的证据清单内容 法官请简便近日再提书状表示法律意见 在8月12号下午4点钟再度开庭 彰化北斗通往田尾厢的中山路发生了水管爆裂 大量吐石被大水冲上路面 造成了中山路东向半个车道长约30公尺的距离 路面都被毁损到处都是石头 基隆市公车又出包了 一辆基隆市公车开到半路水上过热发生了炸裂抛锚 车上近20名的乘客全部下车等接驳 但短短一个月基隆市公车已经抛锚了24件了 市长谢国良竟然说把公车处长给换掉 让议员非常的傻眼 中国共产党五年一次的三中全会 在延期半年以上后终于登场了 中共党内人士是一大焦点 从前外长秦刚 前国防部长李尚福 是否被拔除中央委员资格外 第一夫人彭丽媛是否会借此机会 正式走上政治前台也引发关注 巴黎奥运火炬终于在7月14号法国国庆日的当天 进入了巴黎市区 圣火正式点燃 浪漫花都也放起了烟火 搭配无人机在空中表演 为26号登场的奥运拉开序幕 巴黎奥运羽球最后进行抽签的男双 在昨天完成了分组 寻求连霸的我国黄金男双 林洋配王琴玲 李洋抽到了千王 分组赛要比另外三组的组合多打一场 而且不但要多打一场 还有三组是世界排名前十好手 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开幕 川普正式获得提名为党内总统候选人 川普也在社交平台上宣布副手 就是恶爱俄州联邦参议员范斯 以上新闻由明示新部制作 感谢您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锁定下午5点半 明示Pax晚间即时新闻